接著我們就來示範怎麼樣子撰寫Vlog的程式 怎麼樣子撰寫TestBench來做測試 然後怎麼樣子用ECLUS這個開放原始碼的工具來編譯 然後並測試這個TestBench看看它的運作是否正常 那我們這裡所使用的程式非常簡單 就是這個Simple這個模組 我們把輸入線直接送到輸出線 TestBench也寫好就在這裡 所以我們執行的結果應該就會看到像這樣的結果 那我現在就打開我們的命令列 來做編譯和執行動作 我先DIR一次 我們下面確實有Simple.V和SimpleTest.V 我們打開Simple.V 打開SimpleTest.V 就會發現這樣子 它的意思是我要觀察 我要觀察I和Oder 這兩個角位的情況 然後一開始我把I色乘0 在30奈秒的時候把I色乘1 再經過100奈秒再把I色乘0 那就是130奈秒 Io會回到0 再經過100奈秒 Io會變成1 那就是230奈秒 Io會變成1 所以呢 這個Simple模組是一個單純的輸入 就等於輸出的一個模組 我們把它宣告在這裡 那這邊所宣告的就是那些 變數的內容 那有指定的變數 必須要用REG的形態才可以指定 如果單純的是做線路用途的 就用Y就可以 那我們的模組 這裡有Input I Output O OK 那我的模組結果 純粹的就是讓O變成和I一樣 其實這就是拉一條線的動作 那這邊有多一個參數叫Clock 那這是很常見的 只是這裡沒用到 但是我們為了後續的銜接 必須在這裡宣告一個 一個Clock的參數 好 OK 這樣子我們寫完程式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編譯 那現在你可以看到這個Simple上面 這個資料夾裡面有Simple.v和SimpleTest.v 好 那我現在就是配一個HIGHWAYLOG的 SimpleTest 好 因為我們的測試圖程式 測試圖程式其實是SimpleTest 我就讓它輸出到SimpleTest 點 好 不用點就SimpleTest這個名字就好 好 那這時候呢 它就編譯 沒有動物訊息 那就是正確的 那這時候我們VIR看一下 你會發現它多了一個SimpleTest的檔案 它有1360個Byte 那你可以仔細觀察一下這個SimpleTest的檔案 其實它是一個很像組而言的東西 那這種是RTLE 因為VIRLOG這種可以指定暖存器轉換 就是RTLE 那你可以看到它都在做一些設定的 製作延遲多久 然後呢 再呼叫一些函數 像這個Finish函數 就會結束離開 那 透過這樣很像組合園的一個東西 EGLASS 那EGLASS就可以用VVP 來解憶這一段組合園來執行 好 出結果 那我們就用VVP SIMPLETEST SIMPLETEST 那你就可以看到 OK 它的結果就像我們預期的一樣 因為我們的組成式 可以看到 我們的組成式呢 它在0奈秒的時候 I是0 所以O也是0 在30奈秒的時候 I是1 所以O也是1 在130奈秒的時候 I是0 所以O也是0 到了230奈秒 I又變成1 所以O也是1 那這個結果 符合我們預期的 可能我們的線路實在太簡單 就是一條線 所以I是什麼 O是什麼 那這樣的結果 就代表說 我們的模組和TEST BENCH的組成式 其實應該都是正確的 至少在模擬上是正確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 開始真正的上FPGA去做 但是要上FPGA 所以我們所使用的工具 就不能是用這個Eclipse 我們要使用的工具 接下來的工具會是 ATERRA的Quartex 2 好 那等一下我們就會開始 再示範ATERRA Quartex 2的用